历东时节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访华的第一站 就来到著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陪同参访的还包括马塔雷拉总统的女儿劳拉 以及一方多位部长级官员 在长廊了解中国历史故事与园林造景 登上万首山探讨中意宗教文化一同 搭乘游船欣赏昆明湖日落 近一个小时的行程中 马塔雷拉一行在颐和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中国和意大利同为文明古国 两大文明之间古以有之地相互吸引 已成为双方的宝贵财富 并一直延续至今 马塔雷拉此前也表示 推动发掘中意两国文化创意产业潜力 可以为双方带来丰硕成果 这次把颐和园作为访华之行的第一站 也展现出意大利同中国 深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合作意愿 作词文化遗产